美国四大科技巨头脸书,谷歌,苹果,亚马逊居然都被告了。 被告的理由很简单,就是因为他们发展太好了。 美国方面认为他们四大巨头和在一起,有可能垄断美国整个科技行业, 以后可能游戏规则几乎就由他们说了算, 而消费者和小企业就很容易被任由其耗羊毛。 听证会现场,四位CEO不光要应对反垄断小组的专业提问, 同时还要回应来自议员们的灵魂拷问。 现场四大巨头自证清白,掏出来看家绝招。 经过的库科说,十年了,我们的用金一分没涨,有时候还降一点点。 脸书的扎克伯在证词中次吹彩虹气,说脸书的成功几乎是美式成功的典范。 亚马逊总裁贝佐斯,在美国零售市场的份额也不到4%。 远比不上沃尔玛等零售巨头,贝佐斯还补充说明, 在疫情期间增加了超过10万名员工,接纳了许多事业的美国人。 现场期间,议员灵魂拷问现场发风突变,让四大巨头变成一连问号的小朋友。 有议员对扎克伯格发问,为什么脸书因为川普儿子推荐绿魁而被封了号? 扎克伯格解释,是非特封的,不是脸书。 另一议员对谷歌CEO表示,非常担心谷歌会支持拜登,贬低克朗普。 而这样的担忧却让谷歌CEO有心不不着头脑,不知如何作答。 搞笑的是他们虽然被告上工堂,但股价却惊一色冒红,真不知这场大戏会如何落幕。 美玩美聊,谈谈播报。